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孫雲喜,今期的點題是大媽撒吹淡風 談談市場的情況,今天市場相當反覆 低開市場本來不太多,但早段一度很急,跌超過300點 穿24,800點的水平,低位就有成節,慢慢爬回頭 一度倒升,最後全日少跌,下跌31點,收25,057點 成交多於上星期五,但比之前的平均成交少,1356億 今天市場跌倒,早段跌倒比較急,主要受到香港經濟股拖累 加上匯豐又軟軟地,騰訊早段都回套,令市場滑下去 好在中資股的英俊,特別是保險股大發神威 所以將市場拖回頭,以至跌幅大為收窄 全日跌很少 說整個市形勢,剛才提到初段下跌 和香港經濟股有關的原因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近幾天香港新冠肺炎疫情 就急轉直下,都挺可怕的,每天都接近100宗 連續幾天,這樣的情況就對香港經濟股不利 以至今早港股一度下跌300點又多 去到24,766點,形勢挺惡劣的 不過不要緊,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令市場滑回頭 就是中資股強勢,中資股強勢,這兩個指數都是有體驗的 第一個,上證指數威水,今天就升100點 足足,上星期五,考驗20天線,守得住 反過來收,今天就承接升勢 再升100點,上3300點的水平 帥哥,原因就跟水泥股又升,內房股又升有關 其中一個因素,既有利內地的上證指數 亦有利國企指數,國企指數先看看 今天也很帥哥,升過恆生指數一月 恆生指數跌,升91點 看到了,今天的低位就站在上星期五的低位之上 而且從上20天線,以至跟250天線非常接近 一下就隨時抽穿 有什麼因素令到上證至國企指數都同樣受惠呢 就是內地宣佈放寬,險企投資在股權投資的資產上限 簡單來說,可以多放些錢去賣股票 這個上限,由之前的三成去到45% 即是30%去到45% 根據市場人士的估計 放一放寬之後,可以多了3萬億人民幣的錢 進入股市 這個消息當然是對股市大為有利 剛才所說的,上證升100點 國企指數都是靚仔 20天線失而復得 走勢是靚的 特別是保險股升到飛氣 其中國手升8%有多 其中新華保險升10% 升勢極之凌厲,成為市 特別是國企指數 今天反過來的重要的上升動力 所以單看國企指數 就OK的 英俊的 有利於恆新指數 就再衝上去 只不過,能不能再衝上去 第一,看香港的疫情 剛才也約略提過 會不會好轉呢 不然這陣子的專家 越講越恐怖 如果接下來十幾天都搞不定的話 要居家令 居家令 之前香港一直沒有試過 但見識過外國的情況 不同的國家實行居家令 這個形勢幾乎惡劣 大家都知道 特別是對經濟的形勢幾乎惡劣 更加令大家心驚膽戰 經濟一停 居家令 經濟幾乎等於停頓 對經濟的股市 特別是香港經濟股 是非常非常之不利的 所以看著第一個疫情 第二個 是怎麼提過的幾個字 大媽撒吹淡風 什麼意思呢 其實大媽撒吹淡風 是吹的什麼淡風 主要吹的是美股淡風 以美股淡風 吹吹吹吹 美股因而回吐 對港股肯定是一個不利的因素 有什麼大媽撒吹呢 第一個就是大媽 大媽其中一個著名的策略師 就說 嘩 美股好像不太多點檔 最好八月之前就收割了 否則可能有些頭尺 原因呢 他舉了四個原因 就估計 美股可能八月開始 由高位活軟 其中的原因就是 經濟復甦勢頭 他覺得已經失去了 放緩的勢頭出來了 之前大家估計經濟好 複蘇 大家說放緩了 第一個 第二個 秋季 美國可能有雙重的風險 雙重風險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新冠肺炎第一個 先說衛生方面 新冠肺炎第一個 加上流感可能有利 新冠加流感 他覺得 魚真的殺到來了 大件事 經濟就停頓 之餘 學校又關閉 他覺得學校關閉 對美國的打擊更加大 總之 就是秋季可能雙重風險 第三個 歷史上來說 就是 美股在大選前幾個月 表現很一般 八月一號至十一月一號 這幾個月 通常的表現是低於平均水平 起碼九六年以來 都是這樣的狀況 過去的幾屆都是差的 今年他覺得更加頭赤就是 今年總統大選 兩個候選人 拜登和特朗普 提出的政策是截然不同 特別是企業的稅方面 是截然不同 以往差不多誰當選 沒有太分別 但今次很自然不同 第一個 對股市影響 可能就很不同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結果很難料 因為上次見識過 上屆 希拉里和特朗普 一路希拉里領先 怎麽不知最博身 被特朗普贏了 所以今次 雖然拜登正在領先 但最博身 又是博身 被特朗普贏了 他們都覺得有個風險 所以 四大風險因素 他覺得 美股是頭赤 所以 催美股淡風 第一個就是大媽撒 第二個大媽撒 就是 亞德里亞亞迪尼 這個 如果有這麼想 古靈的股民 都比他的大名 非常準確 以防替市 特別是 上世紀 九十年代的 美股大升市 基本上 捉到 非常厲害 以金鑽來講 他一直都在看好 之前一直看好 覺得很棒 覺得美國經濟會 V型復甦 又會 爆升 美股爆升 但最新的 這兩天 他出來看探 美股可能會倒下 會跌二、三十個巴仙 看法 是一個大轉彎 原因就是 已經開始 覺得新冠疫情的情況 可能會影響到美國 特別是 不同的州份 開始重新 關閉 重啟經濟部份 反過來走 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第一原因 就是覺得 地緣政治 特別是中美的形勢 會越來越 看下去越來越頭赤 所以他擔心 美股的經濟復收 之前的股票是V型 現在有移民 第一 第二 會不會持續到股市升勢 都有移民 所以提出 會倒下 倒下 又不會倒下 究竟會不會這樣 要看看 道指和標普指數 500指數 接下來這幾天很關鍵 其中標普在逼前浪頂的阻力 能夠爆破 爆破就好一點 ith iture 如果爆破破掉 可能就10呎 至於道指也是這個狀況 今天前浪頂的阻力 是固埠的 而且近兩天 遠遠津底 有小小的 consomm 下降通道 如果兒子再多跌兩跌 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Rogue 穿上去 這條重要平均線 這條 二十天線 這樣認為想 1900是麻煩 所以大家留意著 戴上 回關的摔一下 會影響美股 以致衝擊廣股 至於廣股自己 最重要都是這條線,二十天線明顯是受制弱弱地恆生指數 會不會失手五十天線是最關鍵的 單體用保力加通道來看,要小心,因為保力加通道穿了中軸 而不能發上去,很多時候往往會向下走,測試通道的下方 當然,剛才提過,會不會真的走到這麼低去測試下方 第一關要先看五十天線,五十天線大概是二萬四千五百左右 所以大家留意這條重要位置,向上的阻力也是二十天線非常關鍵 二萬五千二百左右,這兩個位置大家要留意 時間關係講到這裡都差不多了,多謝大家的收看